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來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英國的能源 因為英國有很多間能源公司 而且能源這個議題在英國都非常複雜 所以今天都希望分享一些實用的知識 以及一些歷史給大家知道 大家可以對英國能源方面的理解可以更加多 正正因為這個議題那麼複雜 所以今天都只是一個簡介 如果大家想我講得深入一點的話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有一些方面我可以講得多一點 我下次可以再補充給大家聽 記住大家都要like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我們現在去片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你在英國 一間屋裡面你會用什麼的能源 主要是分兩種的 一種就是電力 電你會在 雪櫃 你會在燈 以及一些 英國人很喜歡用電磁爐 你會用電 如果你是氣爐的你就會用到天然氣 天然氣 還有是會用在 熱水 因為它是用氣來煲水 你在冬天的時候 尤其是英國 多數地方的那些屋都會有暖管 暖管就是 由熱水來推動 令到它熱的 所以你冬天都會用多少的 天然氣來推動你的房子變暖的 那你就會問 那英國的能源公司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fixing了是一間的呢 好像香港那樣 那你 電力就一定是 港燈或者中電的啦 你煤氣 天然氣就更加是會用一間的啦 那但是呢 英國 是不同的 英國是有很多間能源公司的 那他們呢 很多都會同時提供 電力和天然氣的供應的 那所以呢 他們有一個叫做 Duel Fuel Energy Tariff的東西 那它這個就是 如果你 兩個 就是天然氣和電力 都用同一間公司的服務的話 他們是會提供一個比較優惠好的價錢的 那分開都可以的 你都可以兩間不同的公司 分別提供電力和天然氣 那但是呢 那就會貴一點了 那它還有呢 都有一些fix price 和可以variable price的 那就是可能如果冬天 夏天的價錢 可以有不同 那還有 如果你不是fix price的話 那它就會跟著那個能源的價格 去變動 那那就視乎你覺得 就是compare 什麼價錢 是會 比較適合你 那 都有些格格的網站 去幫大家 去選擇 哪一間能源公司 是最便宜的 那我下面的description 都有 會有寫下 那你們都可以去 按那些格格的網 去看一下 究竟哪一間能源公司 那個tariff 是比較便宜的 那它會寫了 每度電的多少錢 Standing charge 是多少錢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格格 自己去比較的 那說得深入少少 英國是有三類的能源公司的 第一類的能源公司 就是 書店的能源公司 就是由 它製造能源 或者到達英國 的地方 去配送給不同的地區 第二種呢 就是 去配送給不同的 家庭 又是用不同的 不同的公司 還有一種呢 就是supplier 剛才我講了六十多間 就是能源的supplier 那最大的 輸送電力的公司呢 就是 國家電網公司 National Grid 那在蘇格蘭 就有另外兩間公司 National Grid 就主要是 集中提供英格蘭 和威爾士的服務 那至於 配電服務 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家庭的 公司呢 也是不同的 那它就有另外多幾間不同的地區性的配電的公司 那在英國呢有總共10間配電配器的公司 那在不同地區呢是會用指定一間的公司的 那 你要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呢 電力或者氣體你家裡發生什麼問題的話呢 或者停電 那你問呢 就不是你的energy supply 就是每個月付錢的那間 你不是問那間 你是要問 配電的公司的 那因為他們就是負責去管理這些的 電網呀的問題的 那所以呢 你 打一個電話105 又或者呢你可以去 我description 裡面我會寫一個website的 那你可以按去看一下 那你就可以找到你那間能源 的配電公司 然後你就去問他們 就不是問 energy supply 那說一點題外話 大家是不是聽不到有煤這件事呢 因為呢 以前英國人真的很多用煤的 尤其是在工業革命 直到20世紀初是不停地用煤炭 和煤氣的 但是呢 之後呢 因為這個 英國的煤礦發生了很多 安全的問題 而且呢 你只要知道倫敦有一次大冒賣 在50年代初 還有 有一些環保的議題可以出來 那所以呢 英國人呢 就 燃少用煤 那去到2024、2025年 英國的所有煤的 發電廠 用煤的發電廠 都會 close 那又說一點關於能源業的歷史 其實它跟鐵路業都很相似的 在19、20世紀初 都是很多間分散的公司在不同地區提供服務 那之後呢 就經歷了國有化這個過程 去到8、90年代又再到變回市場來做主導 所以就變成現在有這麼多間supplier 那電力方面呢 英國以前呢 是很依賴用煤礦的 在1942年呢 英國政府就國有化了那些煤礦的 那但是呢 當時是沒有國有化那些煤礦的開彩的公司 那但是呢 去到1946年 就是又是工黨的政府 上年大家都 聽說過了 就是鐵路的國有化 那 其實在國有化鐵路之前呢 它就是國有化了 那些煤礦業的 那它呢 就是有一個 就叫做 Co-Industry Nationalization Act 煤炭業國有化法案呢 就是成立了一個叫做 National Code Board 一個國家的煤礦局 那它這個呢 就是統一了所有的煤礦業 都是由國家去管理的 那在50年代的中期呢 英國政府就預計在60年代呢 煤炭的供應已經追不上 當時的電力的需求了 那所以呢 英國政府就 著手成立了一個新的 部門 叫做 Central Electricity Authority 中央的電力局 那它這個部門呢 就是 去為了 一個穩定的電力供應 以及去監管這個電力供應的行業 那在1958年呢 這個部門就拆了兩個 一個叫做Electricity Council 就是做監管的 一個呢 Central Electricity Generating Board 這個部門呢 就是負責去 去供應電力的 那說完電力啦 那氣體又怎樣呢 其實是由19世紀初 去到1948年呢 那些氣體製造的行業呢 主要都是由 地方政府 和很多私人公司負責的 那其中一間比較大的私人公司 叫做Gas Light and Cook Company 是1812年很久之前 200多年前已經開了的 那這一間公司呢 當時的總部就在倫敦 那主要就是為 South East 就是倫敦 和附近地區呢 是提供氣體的 那在1948年呢 那氣體呢 已經是國有化了的了 在Gas Act 1948裏面呢 他已經成立了一個叫做 Gas Board 一個叫做氣體局的東西呢 是負責 去做管理氣體供應的 那所以呢 50至70年代呢 都是 氣體和電力呢 都是由一個局來負責的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官方的部門來的 那所以呢 它是有fixed price 還有呢 還有呢 它是 樓下呢 有十幾個 不同地區的 一些的氣體局 和電力局 負責去供應 和去管理電網的 那所以呢 當時 就是沒有其他選擇的 那到了72年呢 就 British Gas就成立了 那它取代了一個氣體局 那就負責去提供 全國的氣體供應的 那這個是 在私人市場啦 但是呢 都是只有這間公司的 那到了80年代尾呢 British Gas就拆了 做幾間公司的 那其中一間都是叫British Gas的 那它就負責去做 好像現在那樣的 其中一個 的市場的競爭者 它是做supplier的角色的 那去到90年呢 這個電力局呢 都已經 私有化了 那就 那些 管理的 電網呢 就由National Grid去負責 那至於那個supplier的角色呢 就變成了 市場有幾間大的公司 叫做Big Six的 那這六間公司 就是當時剛剛開始 市場私有化的時候呢 就開始營運有六間公司 那之後呢 去到2000年代呢 就慢慢慢慢有其他的 公司加入去競爭 那所以就變成現在有這麼多間公司了 那大家是不是覺得很複雜呢 那的確是挺複雜的 那但是呢 最重要呢 其實就跟大家說的就是 現在的市場 是這麼多 競爭 那但是以前呢 不是這樣的情況 以前是國有化的時期 只有一間的 那講完歷史呢 都想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關於替代能源的東西 因為呢 英國政府在上年 通過一份法案呢 就是會希望在2050年呢 達至零 完全是零的 溫室氣體排放的 那這個建議呢 都很準確的 但是呢 英國政府呢 就顯示了 它那個環 對於環保 對於 可再生 和替代能源的決心 那關於替代能源呢 其中一樣很重要的 就是核能了 那核能呢 雖然不是 其實不是可再生能源 但是它是替代能源很重要的一環 那它在50年代已經開始在英國慢慢去發展的了 那現在呢 英國是有8個核電廠 而有一個是正在建的 那然後還有三個是規劃中的 那所以呢英國呢 將來可能有十幾個 的 核能發電廠的 那但是 核能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安全的問題都備受關注 那所以呢 在英國國內 在核電廠都有很大的爭議 那另外一個近年來都有討論到的一個 可再生的能源呢 就是潮職能 那在2015年呢 有一家公司就提議 在Swansea 即是South Wales的Swansea 去興建第一座的 潮職能的 的湖 這個Taito Lagoon 那這個呢 是 豪資都很多的錢 而且呢 它那個 成本效益都備受質疑的 那所以呢英國政府呢 就沒有批到 錢 去給它 蓋的 那但是呢 它私下 現在就想著籌錢 又再 在另外那些地方 再籌錢 蓋的 那但是這個 都是一個 我未知之數 那另外呢英國呢 都還有很多的 風力發電場 因為英國是一個島 那周邊都是海啦 那所以呢 海呢 就有很大的風 給它們發電的 那因此呢 英國你站在海邊呢 你會看到有一些 周不時都會有一些 海上的風力發電場 那樣的 那些都挺大型的 那還有呢 就是 英國有很多農田 之前都有改了 做一些比較大型的 太陽能發電場的 那所以呢 你有時候開車 可能你都有見過 有些太陽能板 在附近的 那然後呢 太陽能呢 你還可以 在你家屋的 頂呢 那些瓦頂那裏呢 你可以將它改了做 太陽能板的 那這些呢 都可以發電的 而且呢 你有一個上網的電價呢 你都可以在那裏賺到錢的 那但是呢 上網電價這個計劃呢 在去年已經暫停了申請的 那所以你沒有辦法再申請的 那取而代之你如果你想 去有 政府的support 去建一些可再生的能源 在你家屋裏面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另外一個計劃的 那如果你不是新屋的業主 如果你是業主 但是你買的是一些舊的屋 而那些舊屋本身是用天然氣來去 弄熱水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這個叫做 Domestic Renewable Heat Incentive 這個計劃呢就是如果你 是本身這家屋是用天然氣的話呢 你可以去建一些太陽能板 或者你可以用地熱能呢 來去 弄一個Heat Pump 然後去提供一些熱水的供應的 那你如果是用 這些的 方法來去弄熱水的話呢 你的 可再生能源的設施呢 政府是會有七年的時間呢 他都會給回一個 類似是上網電價那樣 他就計算你那個 設施 究竟generate了多少的電 然後他會計算錢給你的 那這個計劃呢就鼓勵你去 安裝一些清潔的能源 那還有一個類似的計劃 另一個 近期一點的就叫做 Greenholms Grant 這個呢 但是這個計劃呢 就是英倫才會用的 英倫的業主呢就留意了 如果你 家屋本身 你的Energy Efficiency 不是很高 還有呢 你又想安裝一些清潔的能源的話呢 這個計劃就可以幫到你了 那如果你去安裝一些 就是隔熱的 兩層的窗 又或者呢 你可以想安裝一些清潔的能源 例如是太陽能板 那樣的話呢 那這個計劃呢就適合你了 那你呢 去安裝一些的 Energy Improvement的設備 或者是 Clean Energy的一些設備的話呢 政府是會提供 三分二的支援給你的 最多是五千磅 那而 如果你家屋裏面有人是社會保障網支持的人的話呢 你是更加能夠拿到100%的政府補貼 而你是最多可以拿到一萬磅的 那他這個形式呢就是他會拿一些Voucher給你 那你呢就可以用這個Voucher來去更新你家屋的能源的設備 這樣子的 或者呢有一個叫做 天然氣及電力市場監管局 即是叫做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 這個網站呢 去看回相關的資料的 那詳情我都會放在Description Box那裏 我們還是要加了一萬磅的額那 我們還是要加了一萬磅的